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宝离战 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 情感导师小米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沙娜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在外人面前 总是表现得很文静 但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就变得特别霸道 我心里特别的不平衡 他虽然长得挺爷们的 但是心里却住着个小公主 让我对他挺失望的 我觉得浪漫 是爱心中的必需品 但是每当我为他营造浪漫的时候 他都很抵触 一点也不接受我对他的爱意 他口口声声说爱我 但是他做什么事 都要和我对着干 我觉得我在他心里 一点也不重要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张21岁 来自天津学生 有请 小李22岁 来自山西学生 欢迎两位 顾上怎么耿着看他 咋了呀 这男朋友怎么腻了 他最近老气我 这还带着气上来的呢 是吧 对 大学同学 大学同学 同班吗 不是同班的 不是一个专业 他是护理的 我是学医学传播的 都是好专业啊 咋认识他呀 就是有一次嘛 就是大学学楼华克 他是新手 就总摔跤嘛 然后我比较熟练 然后后来九十九 我就是注意到他 你说这女孩怎么懂摔跤呢 然后我就去扶他 后来就比较熟了 然后就要了他的微信 然后谁追的谁呀 他追的我 因为当时认识之后 发现他这个人还不错 然后生了了解之后 发现他这个人挺有趣的 就加上了 再后来就谈恋爱了嘛 终于有笑脸了 一说谈恋爱终于有笑脸了 说说法 他怎么气你的 气成这样 他这个人就是平时太怂了 让他干啥都不行 那我怎么怂了嘛 那主持人我跟你说 最开始就有一次 那时候刚来一起没多久 我就发烧了 我说吧 就说去医院 他所有女朋友 和我去我觉得很正常吧 这倒是 但是他就是太怂了 不是他干嘛了 看着大夫就怂嘛 人成不足杂良的 谁不看大夫 还怕打针呢 他三岁少孩都不害怕打针 你说就是 医生说吧 给我打电滴 然后我这个人嘛 我就觉得 我就从小就比较害怕那种 针头那种尖锐的东西 我就在这扭捏 他看见了 扭捏 他就看见了 他就说我 说你不是男人 医生给我打那个针的时候 我要躲开 我就有点 也不是躲开 就是想躲 他在那边 就越开越着急 什么 最后跟医生说什么 他还是学护理的 说他可以给我来 你说他学什么样 我还不知道吗 那我肯定害怕呀 他不是怕针 他是怕你给他扎针 那医生那么熟练 他为啥要躲呀 这 好吧 这个没什么 这个谁还没有 害怕的东西对吧 我就这么觉得嘛 然后我事后 我就越想 我就越委屈 我委屈 我就流眼泪了 我哭了嘛 我不是 你哭了 疼啊 确实疼啊 我本来就怕 你扎个针 你哭了 你看他像个男人吗 还跟他哭哭啼啼的 不不不 这跟男人和女人没关系啊 那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我男朋友打针在那哭 你现在三十小孩子都不哭了 那我不要面子的吗 那你也不能 当着这么多人面熟了 我不是男人的 他要跟我分手吧 那你经常这样 我想分手是正常的呀 我是想跟爷们的谈恋爱 而不是跟一个阴影馆谈恋爱 这个事先翻篇啊 除了这个还有啥 他就是太爱洁癖了 你说毕竟大家都是学医的 爱干净嘛 你说我回了家洗个澡 换睡衣服 很正常吧 当然了 那我接卧室 我穿个睡衣 也很正常吧 当然了 他就说我这些生活习惯不好 你说他不尊重 我在外面不给我面子就算了 他不尊重我这些生活习惯 我没说我不尊重你生活习惯呀 我一个女孩子都没这么讲究 你一个男孩子这么讲究 你回家外头 回去不换衣服的 换呀 但是他就是在客厅换一套 又回卧室又换一套 你说在家至于这么麻烦吗 这个啊 这个个人爱好 个人爱好 是吧 我就觉得嘛 就顶多就是个人习惯嘛 平时不止在家这样 那我用完他的耳机 用完之后还给他 他还要用纸擦 他是嫌我脏吗 没有嫌你脏 你说那主持人 你说这随手习惯 我觉得很正常啊 谁都有点小习惯吧 这个我觉得可以接受 那我俩出去 平时出去吃个饭 他要自己自带餐具 你说谁家大老爷们出去 还自带餐具啊 我们带啊 我带啊 对啊 环保不行吗 这也太麻烦了吧 不是 他是让你带 还是他自己带 他自己带的 那不就行了吗 也不打扰你的生活 对吧 那就是你说 他就在这儿 说我什么出门带餐具 你说他挺双标吧 你说他出门 吃饭 那种汽水瓶 从来就没有过起子 他就直接用牙咬 你说油键的女生吗 那我就是这样的性子呀 我能用牙咬开 我为啥非得用起子呢 这个是个什么逻辑啊 用牙咬开的不用起子 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 是人会用工具是吧 是 人类发明起子 看来是发明错了是吧 我们有那么尖锐的牙齿 我们可以起开 但我也不是经常这样 我就偶尔这样 他还说我 你看我们尊重你的习惯啊 我倒觉得挺豪爽 没啥没啥呢 彼此尊重吧 那你说 我买个西瓜 我去找他 说切个西瓜吃吧 我再拿个西瓜刀 回来之后 西瓜那砸碎了 我问他怎么弄的 他是跟我说用手砸的 这也算是什么 好爽的性格吗 那西瓜主持人 西瓜就这么大 我用手就能砸开 非得用刀 多费劲啊 就这么小 真的很小的 是是是 练过吧 练过 因为平时经常健身嘛 他其实挺爱出风头的 你说出去吃饭 还是出去吃饭 跟他闺蜜出去吃饭 他闺蜜随口贴了一句 你说那隔壁那桌 那男生挺帅的 他就飞着过去 找人家要微信 他闺蜜都没说什么 他就飞着过去要 那我闺蜜胆死 我帮人家要个微信怎么了 人家两个人聊的 又不是我聊的 你闺蜜都没说什么 你就飞着过去要那个微信 你至于吗 那你就是吃醋你就直说嘛 就就吃醋怎么了 吃了 不可以吗 可以啊 那他 我就是帮人家要个微信 是你男朋友吗 是 我不愿意啊 我吃醋啊 那我闺蜜也是我朋友呀 我也我也得帮人家呀 那我吃醋啊 对我吃醋呀 我吃醋 我不好意思说行吗 你就非得拆出来我 一点面子不给我留 你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吗 啊不是 我当时认识他的时候 就可文静了 那不是我也不会就是 去追求他嘛 啊 你说后来 后来就变了 你这不知道他多霸道 就那种就是 他恨不得一巴掌删死我 那种性格你知道吧 在外面 很明确 不是你做了些什么 他有一巴掌删死你 我也没做什么呀 他就总说我不是个男人 我就觉得我没做什么 不是他到底干嘛呢 你老说他不是个男人 就怕个真嘛 进卧室换了个衣服嘛 出门带了个餐具 这就不男人了 我就觉得他太不爷们了 他特别凶 真的不在乎我的感受 跟他朋友出去吃饭 他就说 你别喝了 你别喝了 我就喝了一口 就拦着我不让我喝 然后他闺蜜当时就说 就嘲笑我 说我什么 你小帕菜 你小绵羊 就让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那我那些朋友都是女孩子 你跟女孩子 聘什么酒量呀 那你还跟他们计较干嘛 他就是双标 你说那跟我朋友出去吃饭 他去了 去了的时候 就跟我朋友一会灌我酒 给我灌醉了 还不说什么 找个人给我送回去 自己待着接着喝 就现在我那朋友 不是他 是我不是朋友 那朋友 不是我朋友 是他朋友一样 气死我了 我和你朋友喝酒 喝的不就是面子吗 你自己喝醉了 不行了 我给你送回家 那总得有人在这撑场子吧 再说了 这个饭绝是你传的呀 那咱都走了 谁谁谁带买单呢 哎呀这姑娘江湖玩 你知道吧 我这恋家子 你看撑场子 那饭绝是他船子呀 那总得有人在这儿 结账买单吧 哦 当时就 我都不知道他最后 记得回去的 也不给我发个信息 你都醉了 你当然不知道了 那也得告我一下 你说我第二天早醒了 一看 要我怎么就回来了 你知道我多在心态吗 你看他酒量都不行 酒量不行 没有什么了不起 胸怀宽广 是男人最重要的 对吧 我也觉得 你说我 我醒了第一次 找他担心他 我感觉我已经挺好了 他就一直不给我面子 在外面 从来不给我面子 你是不是有点看不上他呀 也不是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确定谈过啊 是 方便问问 这个前任是为什么离开的吗 因为他太花心了 那特爷们吧 是 人家是体育生 我怎么觉得你心里上前任 好像还有位置呢 对 他跟前任都分手了 他硬把他圈什么 塞到生活圈里边 俩人相处模式 我就感觉不像正常朋友 怎么不是正常朋友了 我和他清清白白 那聊天记录你随便看呗 那你说就是都分手了 俩人相处这么亲密 他说你干点什么 你都帮着干 一点拒绝的意思都没有 怎么着 你是想哪天给我出来的 跟他复合呗 那你是我男朋友 你既然这么想宣誓主权 你为什么不亲自上手呀 他就见我前男友 是学体育的 然后个儿太壮忙 就怕有啥冲突 他自己解决不了 我怎么觉得 你说你前男友的时候 是满脸堆笑的啊 那个 他到底跟他前男友干嘛了 什么叫拉进生活圈了 就是俩人 就每天都一直说话 就说话感觉比我都亲 每天都说话 对 说啥呢 说啥 就是我也没仔细看 就是每天都说 看那一拿手机 一刷全字 这什么意思 我就是帮他 平时剪个片子啊啥的 也没啥 聊天记录你看呗 不是 你帮你前男友剪个片子 对 就剪视频什么的 那我觉得很正常吧 朋友之间帮个忙没啥 不是那是前男友啊 这是真吃醋 吃醋不 吃醋啊 那不能生气吗 你不需要给他剪个片子啥的 我有帮他呀 我又没说我没帮他 那他跟前男友好没啥区别啊 关键前男友还是前 他还是后 那你说他这么想宣誓主权 他自己咋不出这口气啊 非得让我解决呢 不是他要出什么气啊 这不是应该你解决好 跟他在谈恋爱的吗 就是他也让我什么 让我去找他 让我自己跟那个他前男友说 你说就是我都是他 让我就是跟他说 啊这是你要跟利用 女朋友远点什么的 你说他就这么简单一个事 他自己跟前男友说一下 啊把好友一删 什么事都完了吗 啊说我什么啊我怂 啊我害怕他前男友 你说我过去起点冲突什么的 那你是我男朋友出点啥事 我肯定站你这边呀 他盼着我出事 你不能跟你前男友说吗 你不能主动就把他 我是能删 但是我想考验考验他 那他以后怎么保护我 你看他瘦得跟马杆似的 不是是说你现在前男友 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 想跟你复合吗 没有没有 那他又保护你什么呀 你说他连这点事都解决不了 那他以后能干嘛呀 你现在还嫌他瘦是吧 对啊对 他嫌我瘦 那让我跟我说什么 还给我提个方啊 说什么 我增肥二三十斤 他跟前男友断绝联系 他让我天天跟他去健身 去练那什么胎圈道 去了 你知道我去那一个多月啊 就我什么都没学到 就天天就学到什么 什么时候给他拿衣服 什么时候给他端茶 什么时候给他倒水 我就跟那小助理 小跟班一样 那还有 他就拿那个木板踹我 我要给他几木板踹我 你说 那一个多月下来 什么都没学到 我瘦了好几斤 一身伤 那个身体也不委屈 那你说你现在临基础 啥也不会 你陪我练练怎么了 再说了 你扛奏也是一种 能力的提升呀 不 你要把他培养成什么呀 他未来是一个 医务工作者 我觉得你完全是把 培养一个 那家全高手 奔那个去的是吗 也不是 你看现在他连我都保护不了 哎 累不累谈的 谈的 累呀 真累呀 累没有想过 快爬 你说就是有点矛盾 也是 但是我还确实也喜欢他呀 但是他从来就不接受我呀 啥叫不接受你 你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总得有一个人说什么 制造一些浪漫 保持一些新鲜感吧 对对对 你说就是现在放假了嘛 我得回天津吧 我回来了 我说行思着 我父亲在这边 可能给他找一个什么 实习的工作呀什么 就是也过来打个工什么的 跟我一起嘛 我还有点什么分离的焦虑 我跟他说 我还没说完了 这是头也不回 就给我拒绝了 那我是有原因的呀 那天津离我家那么远 那我父母也不放心 有一个人出门吧 再说了 我们都放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 肯定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呀 然后后来嘛 他说他来不了 我去找他总行了吧 当天我就买车票 我坐了六个多小时车 我就找他了 然后我在车上 我就看那什么 那抖音嘛 剥那柚子 那种爱心柚子 我剥好了之后 我觉得这是挺好的礼物呀 我到那天晚上 我到他家 把礼物给他 然后他就可嫌弃了 礼物也没要 让我赶紧回去 说我当天走 当天来 你说我一个人 大老爷跑过来 他也不说留留我 你说他整这个 没用了干嘛呀 我问 这怎么是没有 我想你了 我去见你呀 飘扬过海来看你呀 对吧 就这意思呀 那我都不是小女孩子了 我要那些干嘛呀 不 我的天哪 这不是想你了吗 是 是这意思吧 在学校天天腻在一起 那回家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干 哎呀我的妈呀 这个 就是 你回家你不想他 想呀 但是也不能说天天 谈恋爱就得天天 黏在一起 克制才是真的 好的爱情是吧 对 他跟个小女孩一样 他就一直说 我不是男人 一直拿着这个 跟我天天说事 那你觉得 他到底把你当成了 我就觉得这就是 把我当成一个那什么 就是谈恋爱的那种工具 就可以跟在一口 待着那种工具 啥意思 就拿 最近的事来说吧 他从小嘛 父母离异了 跟这外婆住 十几岁的 把他妈接过去的 然后他最近跟他妈 闹矛盾了 要搬出来 他妈不让他搬出来 他让我去跟他妈交涉 再不行 让我跟他妈吵一架 你就说 我连他母亲都没见过一面 第一次见面 跟他母亲吵架 就为了让他搬出来 你说这不是 拿我当工具是什么 那我之前都没求你做过什么 我让你做这一件事怎么了 你就是不爱我 你就是怂 这怎么跟不爱你有关系呢 主持人你知道 还要更过分的 他让我帮他跟他妈说 把户口本要出来 什么拿我当借口 什么以后好结婚什么的 他其实就是为了 把那户口 牵到他外婆家 就是想到外婆了 拿我当借口 那有这么多女朋友的吗 那我都可以为了和你一起 然后和我父母撕破脸皮 那你为了我和我父母吵一架 那怎么了 我是真心想和他有以后结婚的吗 你又看不上他 他都不是个真汉子 你怎么会想跟他结婚的姑娘 那 其实他也有优点的呀 他的优点是 他至少 相对我前任吧 他不花心 人也挺老实的 不是 您这要求太低了吧 还有啥 他在学校 就是挺有上进心的 上进 还有啥 至少他 现在能给我 安全感 安全感 不是 都不男人了 怎么还安全感呢 都保护不了你 哪还有安全感 都不能跟你妈去当面楼 对面骨头吵个架 那我这不是慢慢培养他吗 让我能有更多的依赖吗 你觉得如果把他培养成了 一个跆拳道的高手 他也不怕真了 他什么都不怕了 他也去拿牙齿开这个酒瓶了 你觉得真好吗 是不太好 你还喜欢吗 喜欢因为是他呀 那就不是我了呀 那怎么还是我呢 你就非改变我吗 我现在就真的觉得 你是就把我当成 你做这些事情的借口 就是你的一个工具 你就在利用我 我问问你啊 小子 还想跟他谈吗 想 但是我真受不了 他现在这么对我 那你喜欢那姑娘什么呢 我喜欢他 就是文静嘛 但是后来发现 不是那么文静 对呀 喜欢 你就发现了真相了 不是那么文静 现在喜欢什么 现在喜欢 现在喜欢 你说就是确实 也是能保护我一点什么 行 你们俩贪恋的那一部分 还真是挺逗的 他能保护你 还要跟他好 对吧 对 但是希望这四位老师 把他变成男人 对吧 对 还是想跟他好 对吧 对 但是希望这四位老师 把他变成一个 相对文静点的女人 是吧 是的 好 今天是一个 庞大的改造计划 四位老师看你们的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我觉得好像你们两位 就是上天派来 互相拯救对方的一部分 女孩有点像男孩 男孩有点像女孩 女孩过于阳刚 男孩过于温柔一些 但是好像你们的 这个拯救的部分 又过火了 其实我觉得女孩 我不知道你们彼此 对对方的需求 了解的怎么样 其实女孩 她很需要安全感 需要一个人去保护她 对 但是你需要的这种保护 像个男人一样 她我理解应该 不只是外在的 很有肌肉 很强壮 更需要一个内在的坚强 有责任有担当 对 那你应该更看到 你的男朋友很细心 很愿意去 好好地对待你 给你制造了那些 小惊喜小浪漫 这也是一种爱 一种责任 一种付出 而不仅仅的是 让她去面对那些 承受不住的 你要强压给她 与其你把自己 变成一个女王 很独立 很强悍 其实你内在 还是一个很渴望 依赖 渴望依靠的一个女孩 试着去调整一下自己 这女孩转身一刻 我看她腿上 这么大一个 扒了 摔伤了是吧 对 这个只有在 小男孩的腿上 才能看到 就贪玩 调皮 淘气 不怕危险 勇于探索的人 所以女生 为什么你 不能接受自己 接受对方呢 其实你差的功课 就这一个 接纳 你对面的这个男孩子 他就是挺温和 挺细腻的 他就是挺胆小 挺谨慎的 谁说男人 就一定要粗犷 可以咬瓶子盖 男孩不能喜欢浪漫吗 可以呀 不可以的是你 你不喜欢这样的他 那你干嘛 要选择他呢 我觉得男生 本身没有对错 他的性格 他的状态 没有一个什么 评判标准 男人一定要怎样 只有这个男生 身边这个女孩 欣不欣赏这样的他 你要不欣赏 就赶紧走嘛 你去找那个像你一样 能够独当一面的 但是你选择在他身边啊 刚才主持人问了半天说 那你还愿意跟他谈恋爱吗 你愿意啊 你愿意为什么不接受呢 我们想要过得愉快 只有一件事要做到 就是接纳 珍惜眼前 如果你持续这样 我一边骂着你的不好 你的不够 什么勇敢 一边又我还得跟你在一起 不跟你分开 那其实不管他是否愉快 痛苦的一定是自己 干嘛非让自己痛苦呀 年纪轻轻的 活在痛苦纠结里干嘛呢 男生你也是判断人啊 太不准了 这叫文静啊 他要文静 那我就更文静了 我从小到大 没人说过我文静 但比起他我文静多了 我肯定牙咬不开那瓶子盖 那是牙不好 跟文不文静没关系 我牙好着弄我 所以其实男生 你在这个女孩身上 也看到了很多 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我相信你对他是有好感的 只是说你受不了的是 他对你的要求的改变 我觉得你坚持自己就好了 有洁癖怎么了 我反而觉得一个男生 特别爱干净是一个优点 因为很多男孩 都有点乱糟糟 跑那么老远 给你送个小惊奇 小浪漫 这是多少女孩 希望的男朋友的样子 我不觉得你需要太大的调整 你唯一要坚持就是做自己 就这样吧 爱是什么呀 爱是宠溺 是偏爱 是首选 是独特 是唯一 我喜欢你 我爱你 你在我眼里满是优点 尤其在你们这个阶段 我看你哪儿哪儿都好 我看见你满心欢喜 满眼失笑 你俩呢 你俩看到对方眼里是什么 你不是个男人 你不是个女人 所以你俩根本的问题 就在于不爱呀 你们就是单纯的 为了谈恋爱 为了有这样的一个名号 一个头衔而已 哎呀我有个女朋友 哎呀我有个男朋友 所以你们搞错了 你们俩之间没有爱情 没有喜欢 没有欣赏 你都不欣赏你的另外一半 你说谈和爱呢 尤其女生 你用前男友来考验现男友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就叫侮辱他呀 就打一个比方 就你前男友身上 唯一的缺点 就是因为他花心嘛 他要把这花心改了的话 他是不是就是完美了 对 那你就肯定铁定 跟他在一起了 是不是 那也不是 你心里还惦记着 你的前男友 你还想着他 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 你试想一下 他用自己的前女友 来刺激你 我每天跟前女友联系 我每天帮前女友做PPT 你心里舒服吗 所以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你知道吗 他做的那些种种行为 在你眼里特别不难忍 拨个柚子千里迢迢送到你家 一个喜欢他的女孩 会觉得我男朋友太爱我了 他居然这么用心地对待我 而你对待他的是满眼的嫌弃 所以就此别过吧 挺好的 你俩当哥们处 当好朋友挺好的 我以前特爱吃鱼 后来有一次就卡了喉咙 那鱼刺啊 从此以后就不敢再吃鱼了 我们人很奇怪 会因为恐惧而改变自己的审美 它是你的创伤后遗症 因为你在别的男生身上 因为花心的问题 导致了你内心有很大的恐惧 所以你立志一定要找一个给我安全感的人 所以你找了他 但是在整个过程之中你发现 安全感原来除了忠诚之外 还有别的属性 比如说他要对你的人生进行支撑 比如说他要陪伴着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这其实也是安全感的一部分 你的恐惧让你改变了审美 而新的审美在建立的过程之中 你发现你自己又有所偏颇 这就是现在的问题 至于你 你的内心你不是不男人 我觉得他说的那行为都没什么 你的问题是狭隘就一件事 他和他母亲闹矛盾 这个姑娘跟你说 说你帮我一下 你看到的是 你的事为什么要我去找你妈 为什么你需要把这个锅甩到我身上 他需要的是 我希望现在有一个人站在我身边 你没有感受到他的需要 你想到的是这个锅是谁的 你妈会不会因此不喜欢我 这就是你内心的想法 他其实他需要保护 需要安全感 而你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退缩了 不需要你有脊柔 一个电话打过去 阿姨我是他男朋友 听说你们吵架了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没有任何人会说 我把锅甩给你 或者说从此以后我对你 印象不好了 不会的 他和他母亲之间情感出现问题 你在这里面完全可以处于一个调节的位置 对不对 至于你 你在意的真的是他的外表 真的是他的洁癖 真的是这些东西吗 你在意的明明是 你为什么不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你能够站在我身边 陪着我一起去战斗 那为什么说不出来 所以心结解不开就分手 两个人吧 因为都还年轻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给彼此一个机会再试一试 就这样 我挺喜欢的 我觉得这样的女生有这样的女生的魅力 这样的男生有这样的男生的魅力 找欣赏的人吗 你琢磨清楚吗 你也想明白了 生活习惯没有什么好坏的 你心 你们要做的题 应该不是改造题 接不接受是你们自己的事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吧 我真的挺喜欢你的 感谢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两位 谈了两年 快两年了 女生今天来是觉得说 我付出了很多 我原本觉得男生应该给我很多的一个回馈 但是好像他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了 是吧 我想知道你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 当初是我朋友一开始给我介绍他 然后当时我也没通过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不是很主动的类型 我觉得主动得来的也不一定是最可靠的 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又刷到了他 他的照片跟视频我就是觉得是我喜欢的类型 然后呢他也主动找我要联系方式 我就通过了 通过以后聊了很长的时间 也出去会一起玩啊什么的 感觉都挺合适的 我过生日的时候呢 他跟我表白也就在一起了 这个上面写的是自由职业 是做什么 现在做直播做电商 喜欢他吗 喜欢他 感情变了吗 没有变 好 那么女生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和感受呢 说我付出的太多了 你看 他已经把他当成理所当然了 发生了什么 就是 我们之前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嘛 他弹了我一个脑瓜崩 就是他弹得太用力了 太狠了 其实我觉得弹脑瓜崩并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就是朋友聚会嘛 逗逗玩嘛 就是弹了一个脑瓜崩而已 完了没想到 就因为我弹了他的一个脑瓜崩的话呢 他要跟我分手 事情的引爆点是 对 炸了是吧 对 我是觉得他真的挺过分的 如果前面没有那些积累 不会就弹一下就受不了吧 崩溃了 对啊 这个就是已经是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我真的已经压抑太久了 好 行 那今天咱们释放一下 说说以前发生了什么 他以前经常就是不尊重我的感受 嗯 但是现在就是 他连我父母的感受都完全不尊重了 啥意思啊 我们俩见过父母了嘛 嗯 然后每次他来我们家 来啊走都不跟我爸妈打招呼 并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见到他父母的话 我肯定要需要去打招呼 因为这是一个礼仪问题嘛 对 然后之后 因为我们两个人认识人 那么长时间了 也经常去双方父母家里 有的时候就像我在家一样 有的时候把他的父母 当做自己的父母了 就是有的时候说也行 不说也行 就是我是处于这种状态 但是他就说我见他父母一面 不跟他父母打招呼 其实并没有 我觉得他完全就不尊重我的父母 之前来我们家很多客人嘛 然后客人跟他讲话 他也不理 然后呢 我在旁边忙活嘛 忙家里面的事情 他也不帮忙 就在那玩手机 说什么都不理 就玩手机 因为那天是怎么回事呢 毕竟是他们家的亲戚过来 你说跟我八竿子打不着 我也不认识他谁 就算是他给我介绍了之后 我打完招呼了 我也不好意思 跟他说些什么的 那我只能听着他说呀 对啊 你把手机放下听啊 当时是因为 我也不是说不想听他说话 我就是感觉有点尴尬 我拿手机来去演示一下自己 那你那回跟我爸吃饭呢 带过来一瓶白酒 他喝三分之二 我爸喝三分之一 这还没完事 我爸给他 你是觉得你爸喝少了是吗 不是 我爸给他点烟 我爸给他倒酒 他还想干嘛呀 没有 真不是这样的 那天我跟他父亲喝完酒之后吧 就是当时那天 我喝得有点多 我就找他父亲 我说 叔叔您这有火吗 您借我使一下点一下 最后之后吧 他父亲随手直接 就把桌子底下火 拿到手上来 直接就给我点上了 这并不是我让他父亲 给我点的 我也不敢让他父亲 给我点火呀 那你接没接呀 我接了我还护着火了 那你不就是让人给你点了吗 那是喝多了 喝多了 他没 老哥哥什么的 没有这个吧 也有点 他跟我爸就是互相兄弟称呼 感觉有点 那你爸是否说什么呀 你爸觉得说 这臭小子不尊重我们吗 也没有 但我感觉这样还是不好 不管父母说没说什么 他也不能这样做呀 哎呀 这个也没什么呀 不是 还有别的呢 还有啥 他大学毕业以后 找实习工作嘛 他自己不找 我帮他找 然后我给他就是挨家挨户地跑 找公司 给老板打电话 给那儿的就是人事打电话嘛 然后我找了好多好多家 他哪儿也不去 他就不去 最后还是学校就是 逼他必须要去实习 他才去的 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打算嘛 对 因为我正是准备筹划自己创业嘛 做电商嘛 随后之后吧 他是给我找了一个实习的工作 这个确实没有错 但是吧 我实习的那天 他给我买了一身就是相当于那个 养风人那些防护的装备吧 穿之后吧 我到了那个工地上之后吧 完了我们领导就说 我说哎呀你这么娇气的话呢 你就别来这上班了 因为工地每天都要风吹日晒 在外面 回家我就把这事跟他说了 工地上干活给你拿养风人的衣服穿 对 包起来了 对 那是没领导敢要你啊 不合适啊 那个衣服吧 我当时我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我不清楚 我也是替他考虑嘛 行 我觉得他太辛苦了 帮他买一下 我觉得我做的 已经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了 是是是 这个可以感受到 对 而且老板说他以后 我给老板也打电话联系了 都已经就是说好了 他还是就是一直说我 就是好像有点埋怨我的意思 我就是挺不理解的 你跟老板打电话说什么呀 我就是说这件事情 真不是他的问题 是由于我的原因 就是怪他 给我老板打电话 啊 我那些同事啊 就笑话我去那里 说你看有什么事 都是你女朋友去给你解决 你不出来解决这件事 就真的让我就是有点下不来台 他在同事面前就 你是不相信他的能力呢 还是说 你就是为了爱他 我就是爱他 然后想帮助他嘛 我只是 你也没问问他 需不需要你的帮助 没有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我去帮他做 但是他老说我做得不好 我也不知道哪做不好 他也不会提前跟我讲 你还帮他做过一些什么 他说你做得不好 之前他做电商嘛 我就负责去帮他找资源 找货 然后就是大夏天很热很热 帮他挨家挨户地跑 然后那些东西啊 也是我自己去拉嘛 然后那些资金也是 我先帮他出的 就是两个人一起嘛 因为毕竟刚实习结束 也手里没有那么多的积蓄 嗯 结果他就是反倒说我 说我帮他找这些东西不好 但是我也不是那么明白呀 就是因为他帮我做这些东西 因为我就当时我就觉得 我自己就没什么事可干了 随后之后吧 看他去给我买了一些设备啊什么的 他买的东西都不对 完了随后之后 我又得自己重新再掏一份钱 再去买这些东西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干呢 因为他把干的东西全都给我干了 我就没有什么可干了 那在他干这件事之前 是因为你没有干 拖了很久没有干 还是说你们俩商量完了之后 你把他都弄回来 想给他惊喜 是哪一种情况 就是我想多去帮助一下他 我就觉得我能帮助到他 就已经很开心了 他要求你了吗 没有 你跟他商量过吗 还是说你没有商量 你就自己去干了 我就是主动去帮他做了 他是不知情的 嗯 就真的因为每回干什么事 都是做完之后才去告诉我 就是给我挺大的意外 就像买一些设备一样 他本来是我想要的那些东西 他是帮我买了 他出于好心 但是你好心就办成坏事了 买的东西我也用不上 所以我又得自己再花钱去买 就真的挺让人 那你没有跟他说 你说以后这样的事情 我们商量一下再做 你不要老是这样 问题是我觉得吧 他如果说他要是真的跟我商量的话 他肯定就会先跟我说了 而不是说去先把东西全都买到之后 再跟我说 所以你们俩都挺想当然的对吧 嗯 你是不是在心里还其实挺抱怨的 就是很抱怨 因为 你抱怨的是说他做错了 还是说做之前没跟你商量 做之前没有跟我商量 行 这是为什么谈脑班要分手吧 女生就觉得委屈对吧 可以理解 一腔热血 怎么每次换来都是呲冷 对 还有其他的分手理由吗 有 我后来去兼职嘛 上班上到凌晨四点 当时到家门口以后 给他打电话 打了无数个电话 怎么打都打不通 他也不出来帮我开门 日到早上 就是白天太阳都已经出来了 他开门出来 看到我蹲在门口 他问我 你怎么不回来呀 我怎么进去啊 因为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当时他十二点给我打电话 时我没有接到电话 我那时候就已经睡觉了 我手机就关静音就一直也没听见 我当时脑子里在想的话 都下班这么晚了 你肯定会说回你父母家住 肯定不会过来 打扰我来了对吧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十二点多的时候 给他发过消息 我就说我今天可能下班会有点晚 帮我留点门 然后呢 我没想到是四点多就这么晚 但是如果换成我的话 不管他下班多晚 我都会等他的 不会像他这样 就是一个手机静音了 就把我给搪塞过去了 我觉得挺失望的 你是真的静音了呀 真的静音了 没有听见他 给我打电话一打打 那你不担心说 他要上夜班那么晚了 我去接送一下吗 因为我以为 我接他回来 或者我把他送回他父母家 因为我以为的话 他可能会直接就是 回他父母家这么晚了 那他那么晚了 一个小姑娘你放心吧 你的女朋友 这个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 只是在想他到底回哪儿 好 明白了 心里肯定还是不舒服呗 这个就是好像你没有回应给我 对吧 对 没有回馈 对 他那边一直就像一堵墙一样 就是我把球抛过去 感受到了 对 他就不会给我任何的回应 我这个人其实不到最后的时候 我不会说什么的 我就是这么一直压压压 一直积累积累 但是他好像就完全是觉得 我不会离开他 我做的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 他那就是越来越无所谓了 觉得我就是 不管我做什么 都是应该的 我都不会离开他 你觉得他能力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 他工作能力如果是可以的话 为什么你还要玩命去帮他呢 因为我觉得成功的男人背后 有个成功的女人嘛 如果我什么也不做的话 可能会有点拖他的后腿 那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 为什么不总结一下 以后在帮他之前先商量一下呢 我有考虑过这一点 但是有时候吧 他总是搪塞我 或者说你别去做 他除了搪塞你之外 你还有别的感受和感觉吗 有一点不尊重我感觉 就是 能够举个例子吗 就是 之前我去跟朋友一起租房嘛 租房 然后他因为这个事 就一直跟我说 说我做得不好 说我朋友做得不好 那我肯定会说 你朋友做得不好啊 因为当时是 他朋友是想要租房的 他朋友把他当做一个冤大头 为什么说当做冤大头呢 因为他上面的租金啊 还有任何协议啊 签的都是他的名字 最后等到他的朋友吧 就住了一个月 就走了 随后的一些东西全都是他来去偿还 当时我朋友真是太忙了 然后让我去帮他嘛 我这个人吧 我又不太好意思拒绝 我觉得既然是朋友 我就帮你去了 我也没想到他租一个月就会走了 嗯 我就感觉吧 那么多年的朋友关系 我因为这点事跟人家在吵起来 真的没有必要 而且当时生活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是一起的 房租啊 水电都是三个人平摊 也是三室一厅 平时买菜啊 做饭啊之类的 我朋友也会去帮忙 我就感觉也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没有像他说的那么过分啊 但是确实事实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件事啊 他这事你觉得做的不对对吧 对 那签合同的时候你在哪儿 我不在 所以我很奇怪啊 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冲在前面的都是女生啊 因为这件事 而最后总有一个人 在背后往哪儿一坐 说这事你做的不对耶 但是我就奇怪 这一件事如果是女生冲在前面 没商量 这事我觉得啊 女生唐突对吧 两件事我觉得没商量 我觉得女生唐突 这这么多事堆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想问 为什么没有关键时刻的时候 你都不在呢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这件事的吧 是他的朋友 因为我想 我不说这件事 那么多事都是啊 为什么没有的时候 都是这样呢 你觉得你去工地 穿那个养风服合适吗 不合适啊 那你为什么要穿 因为他给我买了 我肯定得穿啊 所以锅就摔到他身上了 对吧 你是成年人啊 你可以选择不穿啊 他不懂你可以告诉他 你说你买的不对 我是工地 我穿成这样 老板一定说我啊 但是我也不想浪费他那个热情啊 那你知道后果吗 当时也没想什么后果 所以你也并不知道 对 因此不是说你什么都明白 这姑娘什么都做错了 对吧 只是这件事姑娘做了 出了后果了 郭就成姑娘了 对吧 对 你也没像你自诩的那样说 我也想得很清楚 对吧 对 包括你买直播设备 我猜想也一定是一样的 他是帮你蹚了路了 你看到了这个东西 因为你也没想明白 你才知道这个东西不好嘛 所以不要老把这个 往姑娘身上去推 问题是 我觉得他要跟我分手 并不是因为我 弹他一个脑瓜崩 那肯定咯 我在觉得 是不是他外面 应该是有别人了 他只是把这个 弹脑瓜崩当做一个借口 有吗 没有 你为什么就固执地认为 他离不开你 因为我们在一起 时间挺长的了 我觉得我们俩人 这两年里也都挺好的 我 我 是挺好的呀 一直不会让他离不开我 锅都他背了 事都他干了 锅都他背了 你是挺好的呀 确实是 这两年你好 没做错什么 其实你从来没错过 对吧 因为错的都是他嘛 是吧 姑娘 有这感觉吧 坏人都让我当了 你能离开他吗 离不开吧 离开在生活里 说一声再见 不就好了吗 但是这个再见 说的出口 却迈不开腿 所以今天到这儿了 这段关系的问题 究竟出在哪儿了 还有没有修补的可能性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看到了整个关系里面 女生就一直冲在前面 然后男生呢 就是以自己的不作为 什么都不做 好像我什么也没错 但是女生就做的越多 错的越多 然后男生又把很多的包袱 错误甩给你 所以呢 最后一个脑门 其实就是你的很多压抑 委屈 最后在那一刻爆发了 就像你说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有的爱和付出 都是需要回应的 我们也希望看到 对方对我们的爱 表现在哪里 但好像 你除了更多的指责他 做得不好以外 没有看到他 对你的很多的付出 我觉得男生 他有一种思维上的懒惰 就女生说你很优秀 但是你是怎么得出他很优秀 很很有能力 这样的结论呢 为什么很多的事情 你不能自己独立的去想一想 买设备也好啊 找工作也好 为什么你不能自己做呢 就是这种懒惰 导致这个女生看不下去 又帮你去做 然后女生 其实你也需要一些调整 你要舍得让他自己去试错 哪怕前面是一个坑 你得让他自己去跳下去 只有这样他自己才能 长出那些成长的力量 独立思考的力量 要不然都是你一路在前面 为他披荆斩棘 他还是悄悄地躲在后面 然后一出了困难的时候 他还会给你一顿的指责 你们如果真心爱对方的话 可能要用力地去调整一下 如果爱的力量 没有那么强 没有那么足 还是很难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 像谈了一段假的恋爱 完全像两个陌路人 你没有走进他的心 他也没有走进你的心 我不知道这两年时间 你们都干了点啥 谁都不懂谁 谁也不了解谁 谁也不想试图去了解对方 为什么呢 女生也很奇怪 该承担的责任承担 不该承担责任也承担 你这种冲在前面 替他担了所有的责任 挨了所有的骂名的行为 一让自己非常累 一个脑门崩溃了 二让一个本来就爱 逃避责任的男生 变得更加推卸责任 不担当 不前进 所以对于女生的建议 特别的简单 学会什么叫责任 不是一味的负责任 一味的去付出就是好的 男生你咋那么冷冰冰的呀 凌晨四点钟 女生进不了家门 你为什么这么对他呢 那天我是真的没听见 听见之后 那应该是 亲爱的你受罪了 在外边等这么长时间 我错了 快赶紧进来暖和暖和 给你倒点水弄点吃的 你赶紧休息休息 对不起对不起 你应该是这样的状态呀 你冷冷说回来就回来了吧 所以我觉得你对这个女生 其实没有太多的喜爱 你既没有那么喜欢他 自己又没有担当的能力 你谈什么恋爱嘛 你不是耽误人家 也耽误你自己嘛 我觉得你们 可能分开一点 平静一点 各自去思考一下 我们在这段感情中 做错了什么 也许对你们以后的情感 和成长有帮助 事无巨细地照顾他 把他当儿子管 要么然就把他 灌成了一个逆子 要么然就把他 培养成了一个巨婴 你说他是逆子呢 还是巨婴呢 如果非要说论个一二三 你们两个人 谁是始作俑者的话 我反而觉得是女生 你手伸得太长了 你听没听过那句话 要想毁掉一段关系 拼命付出就够了 有很多女生觉得 自己在感情当中 我使劲付出 使劲付出 会让对方更爱我 因为女生的点在于 我付出的多 那么我可能会得到 相应的回馈 但是不一定的 你付出的越多 对方可能越轻视你 那么你付出了以后 你就完全在自我感动 你为他所做的那些事情 你从来没有商量过 也没有问过他 你为什么要坚持去做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知道 你做了之后 都有可能是不对的 有可能依然被指责 但你还要去做 为什么 因为付出之后 有一种成就感 我为你付出了 我觉得我在这段关系当中 我是至高无上的 我可以指责你 但是没想到你碰到了一个 不领情的 所以你就变得非常的被动 但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所在 你还在一次又一次的 不停地伸住你的手去帮助他 最后压死你的那根稻草出现了 所以我说在恋爱当中 适可而止 在恋爱当中有分寸感 有边界感 非常的重要 一旦你越界了 你们的关系 也就岌岌可畏了 我年轻的时候 跟人玩游戏 也是脑瓜奔 我输了 然后被人谈 我朋友输了 然后也被人谈 后来我就奇怪 我们两个人一直在被人谈 怎么是个第三个人 谈的我们呢 后来我就问他 怎么老是你谈我们 怎么我们就不能谈你呢 他说我不参加游戏 我就喜欢谈人 有些人就是你生活里的惩罚者 他不参与你的生活 他就是给你打分的 他就是你生活和爱情的HR 每个月给你打个KPI 看你业务做得好不好 这就是他的工作 问题在于 姑娘你是不是有点 过于自我激励了 你看我们在公司里面 被HR管着 那是因为我拿工资啊 你都不拿工资啊 姑娘 你太自我激励了吧 就啥事 你都开始一把火自我燃烧 然后开始自我感动 哎呀我给你买了一个防晒的衣服呀 我真是个好女朋友呀 我这个月的KPI应该高一点吧 应该给我升职了吧 你看他回来跟你说 你这不行 谈恋爱重要的是什么呀 共同参与对不对 要一个人连参与都不参与 你要谈什么呀 你是不决定不参与不负责 你不决定任何事情 你也不参与任何事情 到最后就完全不负责 我跟你讲 你现在看上去 遇到这样自我激励的姑娘 你好像感觉我很舒服 到最后你会发现 你就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你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你在水里面是躺着飘的 浪把你打到哪儿 你就飘到哪儿 你好像觉得说 你看我不用负责任 我不用背锅 我永远去惩罚别人就好了 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 你人生你的命运 你根本没有任何地方 是自己可以掌握的 自己可以掌控的 到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你要惩罚人 你没有人可以惩罚 因为所有人都不留在你身边了 而你的命运路线 已经早已被改变 所以未来 要不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就要看你愿不愿意 为自己负责了 就这样 女生现在是 用眼睛选人 用耳朵谈恋爱 就是喜欢她帅呗觉得 一开始没看上 哎呀我看了她的作品 她就是我那个 不就是在作品里帅吗 一段关系当中 自己都没了 那就啥都没了嘛 自己都没了 你还有什么 你也是一样嘛 就这关系里面 你也确实 你也没了 你在这段关系 你为她付出过什么 为她做过什么 为她努力过吗 你都没有 那算了嘛 我是觉得 女生这个时候离开挺好的 自己也成长 她也成长 你真的分开了 你重新检索 重新那个 你一两年的这个舔伤期 真长大了 再来追 这不也可以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觉得吧 咱们谈这两年 每天过得 我也挺开心的 我也开心 因为我确实不知道 那一谈一个脑瓜崩 咱们俩会有那么多事 其实听半天主持人 跟嘉宾说完之后 我也觉得我自己 真的做错了 真的 对你也挺愧疚的 如果你要是能 再给我来一次机会 我肯定好好对你 这么长时间 真的有很多话 很多事 都不能从我的口里面 直接说出来 但是 其实我也从没想 让你给我过什么 我就是 想让你有一个好的态度 至少能给我一些回应吧 只要让我能看见你的感情 对我的感情就可以了 你想要的态度 我以后肯定会给你 好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吧 做预测吧 预测双出 我看也得双出 这女生最后笑的呀 说你会改变态度了 太好了 肯定出来了 那我跟你不一样 男出女不出 来 请开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请开门 请开门 有话说吗 可能是 我对她真的不是很好吧 离开我 离开我也是一个 很正确的一件事吧 我跟你说 那爹白疼你了 这就放手了 哎 谢谢你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真相 就女孩看到这儿 我觉得就释然了嘛 我担不起 我需要别人帮我担 好了 祝你们找到自己 适合的那一半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我们要再一次的感谢 四位老师给我们做的 精彩的分享 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各位